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许家印诚习近平烫手山芋 习近平抓人被暗潮 栽了 爆火监军又有高级将领自首 上任刚满一年 武汉空轨开通一周 出状况 乘客头晕缺氧 被迫砸疮 自由之家公布最新网络自由报告 中国连续九年倒数第一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四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 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许家印诚习近平烫手山芋 习近平抓人被潮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许家印被抓持续成为人们的话题 而江曾派系借机转发文章 暗示习近平接下来的不仅是一个烫手山芋 最后还有一堆 江泽民 曾庆红派系的《香港01》 10月4号转发联合早报文章 许家印的中秋节 从首富沦为首富 文章在摘要中说 恒大的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烫手山芋 而缔造这个烫手山芋 再留给官方的许家印 在这场中秋节预计很难度了 这段话看似在说恒大和许家印 其实还不找痕迹地指向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结果这个烫手山芋的习近平 一丝难以察觉的幸灾乐祸 隐藏在自理行间 文章先以大量篇幅写许家印和恒大 但是在文章的最后部分 则开始提醒习近平 这个山芋究竟有多么烫手 文章说 除了恒大 碧桂园等房企业同样在违约的悬崖边上徘徊 如果仅凭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发酵 并转嫁给普通购房者 不仅会波及金融系统 还会动摇社会的稳定 文章暗示习近平 烫手山芋不是一个 而是一堆 文章说 此次恒大危机 官方可能迟早得介入 过去海航 安邦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被立案调查后 官方也都会出面协调 以工作组进驻的形式推进风险处置 但面对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政府又有多大的能力和资源 拯救每一家欠下巨额债务的房企 若知名房地产企业在成就一个个富豪后 接二连三等着政府出手救助 社会又得为此承担多大的代价 不过从文章中的这两段话可以得出结论 许家印的中秋节很难度 那么习近平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斌曾对大气元表示 许家印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这是中共官场人人皆知的 和许家印联系的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还有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曾庆红本人不可能出面 曾庆怀代表的就是曾庆红的家族 而同样属于江泽民 曾庆红派系的香港01 转发了这样一篇表面嘲讽许家印的文章 其实是告诉习近平 接下来的不仅是一个烫手山芋 后面还有一堆 栽了 爆火箭军又有高阶将领自首 上任高满一年 十一招待会上 中共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甫 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双双缺席 但中央军委中唯一出身的火箭军的委员 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安然在座 包括中央军委前副主席池浩田 许其量等一大批退休高级将领纷纷露面 明报署名文章称 这颇有对外证实安然无恙的意味 但这并非一位军中反弹风暴告一段落 据内地消息 火箭军继续由高阶将领落马 上任刚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上月投案自首 正在接受调查 现年58岁的吕洪曾任陆军装备部综合计划局局长 陆军装备部副部长 2018年9月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科研订购局局长 是时任军委装发部部长李尚福的直接属下 吕洪去年3月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 半年后就调任火箭军装备部部长 今年还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透露迄今为止 落马的高级将领 多涉及工程承包 军备采购等方面贪腐 属经济问题 暂无外界所传的所谓泄密问题 吕洪的缺席很快就有53岁的空军少将雷凯田补勒 雷凯原任中部战区空军副司令 他是特级飞行员出身 8年前抗战胜利日阅兵时 他是国产重型尖机机梯队梯队长 后历任航空兵师长 空军训练试验基地参谋长 另外9月30日 在山东极南的烈士攻击活动中 原陆军第78集团军政委张晓 首度以北部战区陆军政委身份公开露面 并已晋升中将军行 显示原为政军级的他 已经跻身副战区级高级将领 上月初习近平视察黑龙僵时 昭晓仍以军政委身份陪同左右 想不到时隔不足一个月就获提升重用 武汉光谷空轨开通一周就出现状况 10月2号 传出乘客被困在车厢内 网传的视频显示 有疑似门的物体搭在空轨和安全栅栏之间 很多旅客在站台等候 另一视频显示 有人说太可怕了 之后看到有人在车内把车窗砸了 有乘客发帖表示 我就是被困人员之一 我都出现头晕缺氧了 里面有小孩子都流汗了 玻璃起雾 外面工作人员开门 车厢里有人砸玻璃 后面车门就开了 逃出来了 真吓人 工作人员还说不知道为什么故障 等救援还要半小时 等他们来我估计我已经晕倒了 有人问 多长时间没开门呀 上述乘客回复说 有十多分钟 还有乘客说 挂半路上了 我们那趟在高新二路站里故障 直接开不开门 高新二路门故障直接砸玻璃 家人们嘴懂啊 我坐空轨被困在站里了 一车人被困住了 有人缺氧的 窗都砸了 我都报警了 吓坏我了 3号 武汉光谷空轨旅游线工作人员回应陆美称 2号客流量太大 确实有故障发生 但门不是被挤坏 而是被游客弄坏 并称目前空轨已在正常运营 对于武汉空轨开通一周就出现状况 引发大陆网民热议 武汉搞了这么多华尔布什的东西 就这么劣质 还不紧急叫停 是政绩工程 自由之家公布最新网络自由报告 中国连续9年倒数第一 自由之家本周三 4号公布了2023年最新的网络自由报告 报告指出 中国的网络自由程度连续9年都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在满分100分的评分中 中国今年只获得9分 与此同时 台湾则拿到78分 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名 该报告提出 中共当局大量投资人工智能产业 以确保相关公司为权威统治服务 在多年的努力下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成功运用演算法 合成媒体和人工智能 对中国的网络环境进行严厉审查 中共也持续采取传统的网络压迫手段 执行数位权威 像是起诉在社群平台上表达异议的网民 以及封锁与政治和宗教言论相关的网站 不过 尽管中共的数位审查越来越具压迫性 报告指出 中国人民仍展现出十足的民主韧性 例如去年11月 中国人民勇敢地透过白纸运动 对权威政府提出质疑 最后也促使政府罕见地出现政策反转 今天阿波路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奇迹般突破中共防火墙 人心扇不掉 迫不得已普京向北京让步 滑稽 乌军不会休缴获俄军坦克竟设计 试涉中共大外宣 印度警方突袭抓走40多人 十一长假 中国股市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 解订阅